大家好,欢迎收看《弹行》 我是Zag Sir Carrier 工程少不免,经常是剪铁皮的 我们会用到什么工具呢? 都是用铁皮剪,像这把 当然会有弯剪、左手剪、右手剪 适合不同的,左右右手剪的人 用的方法很简单 前面有一个扣,按住它就会弹开了 然后就可以剪 如果像这个情况 我要剪了这个盒子的公仔出来的时候 我当然要找一个开口的位置 就像在这里 平时要剪的时候 我剪下去 到这里就会开始顶着 因为铁皮很硬 这个是纸皮的时候 我要转进去已经很困难了 当我剪进去的时候 我唯有把这边剪掉 然后剪下剪下剪下 然后转下走 然后转下 当急速弯位的时候就更加难搅拌了 由于现在是纸皮的关系 虽然我会拿着它 把手剪下剪下 但就算是薄的升铁皮 已经很难做到这件事了 何况一些厚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今天介绍一些不同的电动工具去帮大家手 当剪了大量的升铁皮的时候 比如天花的亢铁 例如不同的槽位 那个地方剪大量的时候 不妨可以有一只得位的铁皮剪 是外置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我开了一部 就像这样 它用法是放在电批上 放在电批上去的时候 这个转动令到这把剪上下剪 看见吗? 看见吗? 向前剪 看见 放在锁头上 当它转动的时候 它会带动前面的组件 令到它剪 这个剪的速度会快很多 但是转弯弯的时候 一样是做不到的 但是它剪的时候 看见了 按住 剪 对它剪大量的升铁皮的时候 其实是方便的 但是转弯弯的时候 就需要另外一样东西 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能都见过 这一样东西 这个是铁皮剪 开开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铁皮剪 出了很久的时间 但是也是 讲讲的质量 差不多一齐 所以今次找了个质量 是很好的 回来给大家看 铁盒装住 整套做得很漂亮 开盒 有说明书 这一条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把就是剪 剪是否一定要是 铁盒一定要这样剪的呢 其实不是的 它也是靠这个 锅位的时候 这条铁匙 向上推的时候 将那条铁匙分开 好像说到很复杂 这个就叫主体 这个 这么有趣 整个鼓 这么有趣 其实呢 加上把手 这边 和这边呢 都是用来剪的 那这边呢 就装在电柄里 那里的 那这个呢 把手呢 就将在这里 其实是给你后备用的 那至于其他 例如这些 这条后备的剪条 一条铁匙呢 还有还有一个 后备的剪刀 就是可以放下去用的 所以这把手呢 其实你 有时间用的了 一把已经 折进去之后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的 它这里转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条铁匙呢 就会上下上下的 当你有条铁匙下去的时候 它将你咬开它 那好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现在做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好像我现在这里 我把电梯 放下去 完成了 拿着手柄 看不看 那条铁匙呢 在上面 在里面那里呢 上下上下移动的时候呢 那个负责位呢 就会令到铁皮剪开了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我们做 假天花的时候 女质天花的时候呢 就在厕所 厨房啊 例如开灯洞 开生口位呢 你要剪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会选择用戒刀啊 或者用慢用宝啊 那变成都是困难的 或者我会遇到些什么呢 好像刚刚的工程 我要拆天花了 那些假天花那里呢 是有一些消防灯啊 消防制的 那些呢 你千万不能随便脱的 脱的时候呢 有可能令到它响的 那时候啊 糟了 我逐个逐个剪的时候 其实非常困难的 那怎么做呢 就跟着呢 我会做给大家看的 那所以呢 这个铁皮剪呢 是一个绝对方便到大家的工具 也是很轻巧 放在这里 这样吸进去 就用得了 那接着呢 就去看看我们之后的示范啦 希望大家就喜欢这一集啦 记得回来看我们的大人行啦 订阅啦 分享你的朋友啦 有空或者有时间想试这个东西的 不妨来到我们大人行的开仓店啦 那是一个细地尼æ found 那一天 就是有限的 是不是喂 还是便bb 咱 可以 先配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音楽